大家好,这是我之前扦插成活的一颗鸭掌木 这个鸭掌木在成活之后呢 等到它恢复生长啊 我后期呢就给它进行了打顶 打顶之后呢,在移栽 现在呢已经成活 而且已经长出了一个分支出来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要开始给它用肥 用什么肥好呢 其实一般我养种的小苗都是喜欢用一些有机肥 而我常用的有机肥呢 就是这个发酵附属好的芝麻饼肥 这个芝麻饼肥啊 相比较其他的一些有机肥 来说它的营养含量更高 对于这个鸭掌木在这个旺盛生长期啊 补肥呢就非常的适宜 那么我们怎么补呢 首先把这个鸭掌木啊 从盆土边缘 这样子把这个土啊 给它产松一点 挖出一圈小勾出来 然后像这种小苗的话呢 我们用肥不需要太多 像这个芝麻饼肥的话呢 我们大概放一个十米左右就可以了 像这样沿着盆边呢 给它均匀的撒上 撒进去之后再把这个土啊 给它填回来就可以了 补好肥之后呢 我们后期再经过浇水 它就会释放养分 被这个鸭掌木所吸收 这样呢 鸭掌木啊之后呢 生长会更为旺盛 等到它的分支啊 再长高一点 我们再进行打点 后期呢 它的这个分支测试会更多 很快就能够养住一个 比较饱满紧凑的这个状态出来 好了 本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也见